这个是西县吴战士这个书的前沿 作者一开头就是说 这段书不是控诉 也不是告解 就是说我不愿意归归罪 因为他是战败国 我不愿意归罪于谁 更非 请注意 战争可不是冒险故事 战争一点都不浪漫 战争是非常残酷 而且非常理性的 对于死神面对面的人而言 死亡不是冒险故事 这个就是这本书的一个基本概念 然后我们来看 他就一开始就是讲 这个当时德军的厨房 火石 而且呢 所谓未安抚的这件事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军队就已经有了 那我们这个国家军队不是有831吗 你到那个金门还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这个作者 他为什么会去当兵 他是志愿去当兵的 那就是当时他在学校里面念书 然后呢 可当时的德国已经有学校里有军训课 然后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校长 就在军训课的时候 对于这些十几岁的大男孩训话 就是你们不投笔从容 同志们而且用的是同志 那于是呢 这是事实状况 当时有位同学犹豫再三 班上同学都慷慨激昂 可是有一个叫犹豫再三 那么这就是这个和这个人 可是这个人呢是后来实在不好意思 因为前后左右同学 统统都自愿要上战场的 只有你一咖 所以说受不了 他也去了 可是他是最先阵亡的 你看他这里就讲 当那些政客们高高在上的那些人 仍然继续大放厥词的时候 我们却在目睹生离死别 当他们在教诲报效国家 是最伟大的情操时 我们则早已体人到垂死的挣扎 是更强烈的情感 当然我们不会抗命 国家叫我们去打仗 我们去打仗 我们不是我们不抗命 我们不是逃兵 我们不是懦夫 而且是他们就是高高在上的人 常常滥用这些字眼 讲得真好 所以这是一本好书 他的一个战友 腿被打断了 在那种情况之下 而且请注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是没有抗生素的 为了要避免发炎蔓延 唯一的一个方法 就把你的腿给锯掉 就是这样 那么然后他就跟他讲 说你的腿断掉没有关系 替他的朋友打气 在军医院里面 撇见医生的白制服 说有一个人快要死了 那是哪个26号床位 腿锯掉 那个医官说 腿锯掉 你只告诉我这个 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一个 我今天已经锯了五条腿了 然后你去处理 为什么 后来军医院就对这件事情 很注意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又有新的伤兵进来了 他们希望这个人快点死掉 才能够空出一张床 我们必须要马上将他搬走 他还没有死 但是已经没有救了 赶快搬出去 为什么我们需要床位 外头的伤兵都躺在地上 这是一次大战 德国野战医院里面的实际状况 那下面一段又是 这个怎么样吃饭 怎么样抽烟 怎么样 然后我们看这段过去 到了第五章的时候 到战场了 战场的空气中 已经进入到前线了 空气中有泡的泡销 火药的味道 其浓雾的呛鼻的味道 火药的味道 尝起来苦涩涩的 我不晓得多少的尝过 因为全部都是烟雾弥漫 这里就是前线 所以说 那已经不是恐惧 我们是麻痹 老鸟们都听得出来 一听这个哪一种声音 就知道对方开的是什么炮 也就知道对方的炮的射程 有多少 然后他有很多的感想 对我而言 前线是个神秘的漩涡 我在平静无泊的远方 仍然可以感受到 那个旋转的水窝 我正慢慢的把它吸过去 这是一个 第一线的士兵 的一种感想 然后他有一些对战场上的描写 你看这刚到的新兵 对方一炮轰 他吓得原如土灰 脸埋在手中 钢盔已经掉了 那个时候如果说是有炮弹的破片的话 打到头 马上死掉 所以说呢 有人受伤了 爆炸中 然后呢 我们来看 第一次世界大战 用了很多的马匹 所以人会被打到 马也会被打到 马被打到 他就乱跑乱跑 所以说不得不由士兵开枪 把那个受伤的马给打死掉 否则他会乱跑 毒气弹爆炸的时候 不响 是很闷的声音 那么跟其他的炮弹声夹杂 在一起 那么一旦知道对方毒气攻击的话 会敲锣 毒气毒气 然后呢 戴上防毒面具 戴上防毒面具 前几分钟是生死关头 是不是密不透气 因为不能够有缝 否则他就会 否则他就会进来 那么 因为毒气是针对人的呼吸器官的 所以说 如果被像氯气 或者这种光气 这种毒气伤到的话 是肺伤掉 你会吐血 战场上面往往是最脏的地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陆战 是壕沟战 双方都挖了很多的壕沟 都不让对方过来嘛 可是 因为经常在那边打 你人永远必须要在壕沟里面 这个多少天衣服没有换 没有洗澡 那么 所以说而且那个大小便 你根本没有时间到别的地方去 而且你也不敢出去 你脑袋一漏 对方的枪就打过来 双方都有狙击兵 用了那个长途的望远镜 专门等着 你哪里有个头冒出来 你 包管你立刻被打死 所以 第一次大战的时候的战壕 的卫生条件极差 也因此那里会有大量的 这种寄生虫繁殖 最多的就是狮子 所以你看 如果说在里面熬一个冬天 你的身上肯定就有一百只狮子了 要一只一只把它们给弄死 狮子外面有一层很硬的壳 用指甲没完没了的掐个不停 于是呢 他就把它 然后摆在蜡烛的上头 那么把狮子给烤出来 然后你看 抓一边抓着狮子 那么等等等等 这些 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说 那个战场上面的卫生环境是特别差的 我们没 他们去偷人家的鹅吃 那在战场上面说偷当地农民那只鹅吃 那件是微不知道的小事了 到了第七章的时候 就是打得非常厉害了 那里面有老鼠 因为那个卫生条件太差了 而且 有的 有的那个粮食就丢在地上 所以那个老鼠非常多 这些 他就讲到这个 这个老鼠 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是真实的状况 当时的德军 你可以 士兵你可以选择刺刀 福国义的人都知道 我们用的刺刀 前面一个尖的 两边有血槽 刺刀的背上面是平的 可是当时的德军有一种刺刀 他背上是有钩子的 那个杀伤力更大 因为一刺进去 一转以后 等于说把对方的那个 五脏六腑全部都扯烂掉 可是 对于德国的对手方而言 如果说 就是刀背上有锯齿的刺刀 如果说 英军 法军 美军 俄军 抓到这一类的德军的话 必死一条 这种人根本不必收为战俘 当场 杀掉 曾经用我军被敌军 用自己的锯齿装刺刀 割掉鼻子 挖出眼珠 为什么 就是你们太狠了 然后呢 其实真正要白刃相搏的时候 刺刀不见得最管用 德军的看法是 冲锋的时候 通常使用枪炮及圆锹 就是面对面肉搏战的时候 圆锹可能比刺刀更管用 但是你要先把圆锹的边缘 给它磨力 那个一砍下来的话 可以把一只手当场就砍下来 可以把你的脑袋 那个从肩膀上面卸下来 较重而实力较大 如果从颈部与肩部肩砍下 可以轻易的劈到胸部 刺刀一刺进去以后 我们都说过那种训练 只是都没有经历过 你还记得 劈刺吗 刺刀一刺进去以后 然后就是对方炮轰 然后炮轰 始终是没有停止过 然后所以说后方的军粮 没有办法送上来 因为对方一直在炮轰 所以说乐锦裤带 它只剩下一块吃剩的面包 它先吃掉白的部分 因为外面不是有一圈皮吗 面包皮放回背包 因为面包皮比较干 可以比较耐久 美国也是拿来啃一小口 要饿的时候 这个就是当时的这种的状况 有很多很多 然后他就讲到说是 在这个地面的战争 有大炮 有机枪 然后忽然之间 他就追上一个法国的年轻的军人 被追上了 他高举双手 结果德国人不知道 到底是想投降还是想开枪 那就因为你手上还拿着枪 所以不客气 一把圆锹 你脸上当面劈了下去 另外一个法军要逃跑 一把刺刀 以后他背后戳了进去 他跳着老高 手背狂乱着 高声哀嚎 这都是在肉博战的时候 会实际发生的状况 然后他们抢了好几罐 牛肉罐头 非常的高兴 这就是第七章的战况 第七章的战况 打了一次战以后 因为很多到了晚上的时候 士兵们都已经散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样 我们当过兵的都知道 持续入球 风声萧瀟 然后排长就说了 比方说第二排的弟兄们 现在开始报数 因为几个建制单位打乱掉了 都在去攻击 不管攻击还是防御 最后打乱掉了 然后排长就说了报数 或者连连长 就反正基层军官 于是呢 就是1234 报到32 就停了 这是一个连 我们都知道一个连 大概有多少人 大概有100多人 一个连是三个牌 一个牌 4个班的话 40人 120 再加上连部直属 大概有120多个人 这一场战役下来 剩下32个 因为报到第3 比如说第二连 第二连的同志们 现在开始报数 就是1234 报到32就没有了 这是一场战役打下来的结果 然后呢 我们这一连要补充 上百名兵员 没有错吧 因为一个连大概就是 130多个人 这里就有一段了 非常有意思 那有几天 那个战火比较平息 他们的军营在一条运河的旁边 运河对岸 有女人 那于是呢 傍晚我们游泳过去 我们以憋脚的法文 因为那个时候是德国进攻法国 所以这个战场 其实是在法国的领土上面 一次大战的时候 德国把法国西北部的一些土地占了 就是这个状况 其实他们也不是什么国色天乡 然而在战地 上哪里去找 然后呢 他们其中有一个 隔了一条小河 双方语言又不通 最简单了 有一个人跑进营舍 抓了一条面包 高举在手中 对河对岸的法国女孩子在呼应 这一招 效果非凡 他们点点头招手 要我们过去 没有请假 这是偷溜出去 最后一段 今晚是要游泳过河 那然后呢 拿了面包 拿了香肠 拿了香烟 然后呢 晚上就游泳过去 到那个法国的村子 然后呢 把全身的衣服都脱光 最后一段 然后呢 就进去了 法国女孩子也欢迎她们 她的 她找到一个是合法的 那个就是 棕色头发的小姑娘 这很简单 因为这是一个 就是在那种非常的期间 用性换取食物 就是这样一个交易 就法国女孩子的角度来看 和对面就是德国人 我们这个村子里的壮丁 通通被抽走了 德国人如果知道 知道了半夜摸进来 把我们强奸了 我们丝毫没有抵抗能力 那既然是 非常可能如此 那为什么不用性 来换一些吃的东西 所以说这些 法国女人的考虑 非常的现实 就知道那个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俄罗斯就苏联 在反攻德国的过程之中 因为打得很远嘛 德国人自己的估计 在这个苏联军队反攻的过程之中 德国的妇女 大概有两百万人 被苏联军队强奸 那这个可能是事实 但是同样你要问 俄国人也可以问 德国德军当年去打 苏联的时候 你德军又强奸了多少 俄国女人 我这都已经没有办法算了 就是这样 非常好的一段 你看他说这个 我希望将一切事情 抖落尖头嘛 战争恐怖 各种的龌龊事嘛 花一份配起面包 真值得 好 好 这是这里面有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描述 那么我们看第九章 那因为他们 他立了功 他打得很不错 所以说呢 他的上级乘着整补的时候 就放了他几天假 你可以回家了 然后呢 他就 他居然就回到家了 可是到了他的家乡以后 而今我却举目全无 就是大家都掉走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同学全部上战场 这就是所谓的普遍征兵制 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运气好 没有被打死 还立了功 结果呢 回来一看 同学都不见了 就是这样 讲到他回到了他的家乡 回到了他的家里 那么 然后呢 他也讲到说 这个到了 到了第九章的时候 他还被派去看管 俄军战俘营 因为一次大战的时候 一开始 坦能保之战 那个俄国就被德国打得大败 德国抓了很多俄军的俘虏 当然要关在俄军营里面 那好了 他也被派去看 可是他看到的俄国俄虏 他们看起来是很害怕 诚惶诚恐的 俄国人人高马大 可是看起来像被斥责过的圣伯纳犬 然后鬼鬼祟祟的走动 在垃圾桶里翻着 有没有什么东西吃 那么等等 然后呢 他讲了说 这些俄国人 把他们能够卖的东西 全部都卖了 他们晚上会来到德军的营区 去做交易 最先卖的是 脚上面穿的皮靴 因为俄国高纬度地区 那个毛皮非常好 所以俄军的皮靴的品质 比德军的要好 所以德国人很喜欢跟他们买 所以一双靴子 大概可以换两至三条的军用面包 或者一条面包 以及一条硬邦邦的香肠 你可以看到 就是战俘营里面的事情 好了 然后呢 这个 德国人也很坏 把面包或者香肠 拿到俄国战俘的鼻子底下 使他们锤炎三尺 眼珠子都要突出来了 什么都甘心 拿出来 这些都是人性 然后他 度完假了 回到了这个部队 可是呢 他的部队正在前线打仗 那个后面就说你在这边等啊 然后你就回来 连上的弟兄们在清晨回来 打了一夜的仗啊 面容土灰 蓬头垢面 可是我们的男主角 仍然参加到他的这个部队里面去了 那么他最后临走的时候带了家里面的一个蛋糕 等到他见到了跟他出生入死的这些同志们的时候呢 蛋糕的外层都已经发霉了 然后的一段呢 简直又去急了 突然之间上面有命令 说 我们的仪容彻底 检查 然后呢 每个人发给一套新的衣服 然后呢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然后才知道 德国皇帝要到这个地方来视察 你看这个 那一天终于到了 德国皇帝驾到 我们对着圣上的龙颜都很好奇 我又没看过 这个皇帝就 因为队伍一定是还好吧 皇帝从前面走过去 昂首阔步 然后他发铁十字勋章 跟战士们聊聊天 然后就走了 然后就讲 不过呢 你看下面你就会知道 皇帝居然和我一样必须上厕所 那么 然后呢 这个 等到皇帝走了以后 发下来的新衣服 立刻收回 所以他们只穿了一天 就是这样 这就是 就是在那种状况之下的 的情况 好 那么这个是 那然后呢 这个 又是回到了第一线的战场 这这里呢 就是 晚上 对方 开始炮轰 那么为什么了不起 每天晚上都炮轰 可是 假如说 对方炮轰完了以后 开始有 一光弹 出现 的时候 就照明弹 这个时候 你就要当心了 这个就表示 对方的地面攻势 马上就要开始 就是 就是这个 那么 照理 就是 因为对方 马上就要地面进攻了 所以说 他先把你这边给 探听清楚 而且是晚上 那你如果说敢动的话 他对方有狙击兵 很早在那边 因为 你的阵地变得很亮 变成他在黑暗里面 你在亮的地方 所以 根本不能动啊 所以说呢 像是螃蟹一样的 爬过地面啊 手背上剃刀边缘的炮弹 因为 割伤 因为你在啊 我们受过训练的人都知道 什么叫做匍匐前进 当时就是这种状况 因为你的手必须这样子 你会被割伤 然后一旦炮 炮弹 爆炸了 然后呢 机枪了 对方发动攻势 所以说呢 他卷缩在一个大弹坑里面 为什么 这也是一定的啊 就是说 对方炮击 把你的阵地打坏了 那你要到什么地方去躲呢 找越新鲜的炮弹坑 越安全 因为 很少有 机会 为乎其为 就是两发炮弹 刚好打在同样一个地方的 所以 新鲜的炮弹坑表示说 下一发炮弹 大概不会打到这里 啊 这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哦 这个 他已经 被这个 呃 就是说 他已经 他们已经 突到 突进到太前面了 四面都是德国军队 可是 呃 不是 四面都是法国军队 可是德军的炮兵也开始反击了 于是呢 炮弹坑里面有水 他为了躲之后 前进水里 那都是水 是非常脏的 啊 然后呢 正在那里的时候 因为法国军队从上面过 然后有一个 法军 掉下来了 可能是一尸足 哦 然后呢 哦 就发生在一个炮弹坑里面 双方拼刺刀 啊 的结果 因为那炮弹坑就是 就只有两个人嘛 哦 然后 哦 然后 我就 哦 他只看到他的心中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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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轮廓 然后他把对方刺倒了 哦 这个时候感觉到手上是血淋淋的 然后呢 天亮 他才看到他那个 那个人的 因为胸部被刺 喉咙里面 仍然是咕了个不停 哦 然后他 他本来感觉到已经死了 可是一看呢 他没有死掉 只是受了重伤啊 敌军 在那个炮弹坑里面 双方的炮弹都还在天空上面飞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德军怎么样 对这个 被他刺到重伤的这个法军 他是在这里 好 于是呢 他 他 这是我第一次亲手杀人 你可能开枪在距离几十公尺 一百公尺一百公尺以外打倒一个 可是要面对面的啊 把敌方杀死啊 到下午两点 就是晚上出现这个事情 然后到天亮 然后到第二天的下午三点钟左右 他死了 这个法国人死了 让这个德国军人如释重负 因为他不愿意在他已经受那么重伤的时候 再把他捅一刀啊 然后呢 他去查一下他这个法国人的口袋 那么找到他的笔记本 找到他的名字啊 里面有 他的可能是他的妻子儿女的这个照片 最后他找到这些法国人的一些资料 发觉被他杀掉的这个法国人是一个排斥工人 作者找的这个职业非常具有讽刺性 充分说明战争是摧毁文化的一个东西 那么又是去抢东西 偷东西 就是 然后呢 他就看到这个啊 那个对方反攻了 于是呢 这个一阵他的一个同伴 中弹了 那么 你何处中弹 好像是膝盖 然后就走 他扶着他想要到后方的那个 这个野 野战医院啊 然后把他送过去了 那么 然后呢 他自己也受了伤 然后呢 他就看那个医官来检查他 就是他非常的害怕 因为怕他的腿也被 砍掉 那可是呢 他怎么样来设法避免掉这个危险呢 我设法拆了两只又长又肥的血钱 给那个士官长 然后向他官说 我设计就觉得 你还有没有这种东西 还有一大把 意思是说 你去说服一下那些军 军医啊 那大家都有份 所以他的火 他的腿没有被割掉 那么这个就是第十一章的状况 那然后我们看第十二章 这个是在那个 后方的军医院里面的状况 然后他讲到说谁已经死掉了 那么谁的女朋友又来看他了 什么等等这一些的悲欢离合 他伤好了就又被送上前线 最危险的时候 有人给他们支援 所以说呢 他老兄又 他老兄又逃过一命 那这个时候已经到了1918年了 这一段我觉得很精彩 这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时候 德军基层的一些基本状况 德军为什么会战败 因为那时候美军已经加入战争了 所以啊 是好了 那么他他这里讲到 我们面黄激瘦 鸡肠碌碌 我们的伙食烂透了 那么大家都在闹 立即拉肚子 厕所里老是 人满为患 胃肠脚痛 因为立即传染病 很严重 然后他们的炮兵 把炮弹打光了 炮管磨损不堪 因为那个枪或者炮 里面有来福线 那个rifle 如果你打太多了 那个来福线被磨掉了 出口以后 那个弹头会乱飞 不会一直线这样走 所以呢 甚至于落到自己人头上 我们的新近人员 都是些需要休养的贫血少年 连背包都扛不动 只知道怎么样去送死 成千上万的人去送死 一点用都没有 那么好了 一个对方的飞行员 就可以单枪匹马 将两个连刚下火车 辅上山长的新兵 打得四散奔逃 他讲了很多 他说面对战车的时候 他们往前撵过 他们绝不留情 那个大声咆哮喷火 手下无敌 我们根本对他们 没有办法 就是这样 那他这个是 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欧洲战场最后的状况 谁又死了 谁又被打死了 那么 他是怎么死的 而且他说呢 经常有空战 因为空战也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 那么 德国飞机与英美两国飞机的比例是1比5以上 面黄激瘦的德国士兵与健康强壮的敌军士兵的比例也是1比5 我们有一条面包 敌军就有50罐牛肉罐头 这个可能有所夸大 但是确实到了那个最后的时候 也确实是这样子 然后他有一个伙伴被打伤 他说我背你到后方的医院去 于是他就背着这个伙伴走 可是呢 等到他走到 走到这个医院的时候呢 他已经不止倒地 总算把这个受伤的弟兄交出来 可是呢 一个医务兵说 你可以不必废那个心了 为什么 他已经死了 就是他背着这个人走的时候 有一颗很小的炮弹片 从上面打过来 因为他背在背上面 结果是他受伤的伙伴挨了那一颗炮弹片 而他逃过一劫 那就是说战争期间有很多这种 就是生死一线之间的事情 那这个给周围介绍 就是这个西线无战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 欧洲战场的陆战的状况 而且是从一个德国最前线的小兵的眼睛里面 看的情景 谢谢大家 那你跟周围介绍是什么 我说战场的亲爱的 我觉得这时候 我们的 crow围介绍是有个保护的